我国单日新冠确诊病例连续第六天超过了2000大关 以前今天共有2341个人染病 疫情大爆发的沙拉越连续第三天高居榜首有600宗的病例 吉兰丹也有429宗病例是吉兰丹最高单日记录 必须关注的是我国增加了两个教育机构感染群 沙拉越和吉兰丹的新增病例 九成都是来自感染群和密切接触者检测 水兰丹540宗新病例 吉隆坡也有344宗 这是首都二月底来最高单日记录 而且有三分之一的新病例都不是来自感染群 也不是密切接触者 另一个新病例超过100的州属是柔福的102宗 而我国今天新增7个感染群 其中有两个属于教育感染群 分别是来自吉兰丹的教育机构 名为巴西马路波汉丹容感染群 另一个则是在槟城 由教育部管辖的学校 名为巴东拉浪路感染群 我国再有三个人死于新冠肺炎 我国再有三个人死于新冠肺炎 我 pulp都会看到这种姿饨 我国再有三个人死于新冠肺炎